四月,那很高興來到文山農場 這是新北市的烏來文山農場 它今天有螢火蟲秀 你可以看到這周遭已經有非常多的人了 他們從有半日游的活動 一直到晚上螢火蟲的活動 然後他們還有各種的才藝教室啦 各種傳統民俗經營的一些講解跟書名 那待會我們就來的意義來介紹 那我們剛才已經看了算是第一部分 它的園區非常大 有第一烤樓區、第二烤、第三烤樓區 烹飪教室、採茶室 還有其他的露營區 非常的大一個中央大草原 那這只是第一個部分而已 那我們要看的賞營區 還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後面的地方 那它有ABCD的路線 那現在都在採取預約報名 因為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有許多的家長、學校、團體 都有來這邊做活動 那他們參加的是半日游的活動 那也有全日游 9點就可以入場 那半日游的活動呢 大概下午就可以開始 那你可以參加他們的一些說明啦 課程啦 然後慢慢的五點鐘集合 然後再去看賞音 那有分ABC的路線 當你在參加賞音路線請注意好 請不要使用閃光燈 強力手電筒 那不要去破壞任何它的環境 最重要是不要留有任何的東西 包含吃的啦 水的啦 東西都不要去破壞它的環境 因為 螢火蟲它需要一個很自然 它需要一個很乾淨的一個場所 才能呼籲它 那這樣的場所已經不多了 所以要請大家非常的愛護 垃圾能夠盡量處理好 帶走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從文山工廠進來呢 那我們從這邊呢就到報道區 那會採取一些預約的地方 那報道區呢還有一些更解說的說明 或者你有其他的課程 那建議就是能夠提早 或者是平日的晚上都可以 那假日的人是非常多的了 謝謝 然後它的活動呢 有所謂的拌日游 跟純粹賞銀 你看它的時間都有點不一樣 所以可以搭配你的親子活動的時間 那看是要參加它的活動 還是自己活動一區這邊 那你是一定三位 你是什麼三餐的 你什麼三餐的 文山農場 因果蟲之餅 對哦 你看 有沒有看東西 還是我們要去 這邊呢也可以來 大家整個人傳送乖乖 對哦 對哦 好吃的大西豆干哦 新日的 最後面要最後面 然後這邊還有巧克力拿鐵柚子茶奶茶 最早是茶葉材 好OK 這是無人機 inhasGills uh 他...現在裡面的車位呢衣著蠻了 所以他會要求你的車位停在這裡 然後走進來 走長了毯去面路 這邊就遊客中心 在跟面報道 然後可能會繞到後面 看栄火蟲 栄火蟲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ンダ IN 然后这边有第一烤肉区,第二烤肉区,第三烤肉区 这边还有露营区,这边还有吊桥,萤火虫区 然后这边呢还可以看樱花,这边都是满满的樱花 樱花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好,这边就是游客中心管制区 下边就是这么多的小一家 人家是有些人,你飞到这里 这边是一个大的鱼鱼 我们的人家是有些人,有些人是有些人 对人家是有些人,有些人我还不得看 这样的东西看,是有些人 我觉得是有些人,也不是有些人 好